中共官方公布了第一例新冠病毒的 屍體解剖報告 中國2月份的工廠活動 正在以歷史最快速度的萎縮 海航集團不提新冠病毒打擊 負債累累 已經被海南省政府接管 接下來 我們來關注中國新冠疫情的相關信息 中共官方公布首例武漢肺炎屍體解剖報告 死者肺部損傷明顯 呼吸道有大量粘稠粘液堵塞 導致缺氧 單用鎮壓氧氣治療卻起到反效果 而且新冠病毒不止損害肺 還包括免疫系統和身體其他器官 據維權網消息 原南京師範大學副教授郭權 因揭露新冠病毒內幕遭刑事拘留 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現被關在南京第二看守所 蔓延全國的新冠病毒使中國製造業 2月份以有史以來最快的速度下滑 中共統計局週六表示 中國採購經理人指數為35.7 這個指數低於50 則表明經濟收縮 而原本就負債累累的海航集團 因新冠病毒的打擊 資金流動性風險進一步惡化 週六海航發布公告 海航集團由海南省當局成立的工作小組接管 進行風險處置工作 新唐人記者劉海英綜合報導